在立法院通過國會無法修正的時候 我最驚訝的是 監察院竟然跳出來了 監察院現在是陳菊當家 陳菊曾經講 他是最後一任的監察院長 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就是要廢監察院 結果你現在講說 違反權力分立 你民進黨本來就要廢監察院啊 那你先把這個權力送給立法院 不是剛好嗎 而且我這個人很簡單 誰廢監察院我就支持誰 對 沒錯 事實上這一次的立法院 通過國會執選法的時候 監察院馬上就發出這個新聞稿 他說立法院表決通過 該院的這個職權新司法修正草案 部分條文違反權力的分立 監察院嚴正的這個聲明 以前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監察院是盲藏 是一個不應該存在的 是一個爛東西 你現在分什麼權 可是問題是 裡面有非常多監察委員啊 所以你要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大家社會上 對監察院的這個看法 也不是很好 所以當然不好 我覺得監察院 是台灣最骯髒的單位 對 所以事實上呢 大部分的這個人士來說 都主張嘛 譬如說你看 這個目前為止 大家就翻出來 你看這個 這個所謂黃國昌主張 費監察院嘛 那這個目前為止 這個所謂這個副總召 他也講出來了嘛 所以現在 傅昆琦也講 一定費監院 對 所以現在就是 大家就想說 那你們民進黨 怎麼去反映嘛 好 那事實上來 我們就講 是很多法案來說 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意見 譬如說以過去一段時間的 這個高永成在辦 這個陳榮祥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檢察官這個案子 你說曲棍球的那個案子 對 沒錯 那因為他辦的是 這個曲棍球這個案子嘛 就是說當時的這個 對 宜康說 段宜康說這個林昌民 他們有這個涉嫌 這個所謂扣公款 這件事情嘛 就後來呢 因為沒有具體的這個事證 所以這個陳榮祥 後來呢 他在辦的時候呢 他就說 他們那相關人士的 沒有罪 那沒有罪 那沒有罪不起訴的時候 其實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所謂的 段宜康 他就去跟高永成說 那你這個案子要去查一查 他就檢舉嘛 19年的時候呢 這個陳榮祥就第一次被彈劾 結果被彈劾的時候呢 結果後來2020年的時候 因為沒有違反這個 這個所謂的 公務員懲見委員會 不用罰啦 結果沒想到 後來還是第二次把他彈劾 所以就說 他們做了非常多次 就認為說 你因為你的判決呢 可能就太多 我們認為的瑕疵 那我就這樣子來 一個檢察官的判決 不符合民進黨的意思 我就要彈劾你 你彈劾第一次的時候 就要送公務員懲見委員會 公務員懲見委員會說 你不用懲見 結果你就繼續去彈劾 高永成這個真的是經典 說他東廠毫不特別 這個案子不是 我們自己吃飽太想要去查的 你覺得段一康委員不會來嗎 這不用這樣子 檢察院啊 你不幫我想怎麼解決方法 就是你逼我們彈劾你 彈劾了之後 才能夠申請再次案 對 沒錯 像當初那個態度來說 尤其是這個整個案子 大家覺得說 這樣處理的確是不當 那當時後來 這個國民黨的相關的委員 他們也都是說 你這個高永成你違法 你用這個權力去恐嚇這個檢察官 好 那除了這個案子之外 另外就是陳忠諺嘛 那陳忠諺來說 因為當時的監聽不是就說嗎 我們都知道當時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就是小雲嘛 就小雲的這個事件 就是說他有去啊 然後他在不在啊 我想要找他等等之類的 就後來呢 因為了 後來這個被人家說 我要彈劾他 但是後來也沒有彈劾成功 那沒有彈劾成功 監察院的說是 因為你沒有這個足夠的證據力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後來去查問誰 那些相關人士 相關人士都不懂 不記得 所以沒有辦法彈劾他 那這個跟社會上的觀感 當然有一點落差 所以為什麼現在要廢監察院的時候 保證人知道 現在反而民間的很多人都說 我也要贊成廢監察院 因為過去監察院的很多作為 跟很多的作法的時候 的確引起社會上非常大 不同的這個聲音 因為我覺得陳菊成功了 陳菊把整個家庭 搞到極度爛 爛到大家覺得 廢掉吧 我是張道合